字幕君 回到職業特工隊的時間 繼續有李子清和林明樂 然後今天請到海軍招募官 Leo剛才介紹了這個行業和入行經過 剛才我們在廣告之前都說 每一個行業都有訓練 我們DJ都要訓練 所以能夠精益求精 和你對那一行要有認識 我在這個時候想問一下Leo 剛才你說在船上要工作 我做外軍 訓練是在上船之前 還是未上船之前要訓練 是在上船之前要訓練 訓練 是否好像警官 警官 警察 要訓練好才能接工作 通常訓練的時間 是不是要三個月 還是課程 課程是分開兩種 一種是Basic Training 他就有八個星期 如果你是聰明一點 那一隻的話 你可以挑戰難度 選六個星期那一隻 如果你沒有那麼聰明 像我那些的話 我當時的Basic Training 去了三個月 所謂的Basic Training 是不是體能方面 還是書本上的訓練 還是什麼呢 我們的Basic Training 九成就是在書本上 平時來說去廁所 英文叫做Toilet 或Wrestroom 我們就叫 John 不是 你猜一下叫什麼 是你身體其中一個部分 那你有男女的 我們同樣只有一個 屁屁 不是 不說這些 身體的部分 身體的部分 對 那我們 輕輕嗎 近 不過不是 是Hat Hat 我們如果是去廁所 我們還是去Hat 去廁所 即是說 其實你們有很多代名詞 讓你們說話 在敵人或其他人裏面 你說什麼 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去什麼地方 對 差不多了 有些術語 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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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都有很多知識 和很多的暗語要學 要記這些 差不多了 因為那些其實是暗語 直接來說 不如說是傳統 因為我們是海軍 是一個很長的歷史 那 我們 compared to陸軍的時候 我們是差了一點點 所以我們之前是用回以前海軍 即使那些術語 來跟回現在的地方 所以我們用這些術語 暗語 其實來說 如果你不是海軍 來到我的船 你根本不知道我們說什麼 為什麼我們用九成的時間 去學這些東西 就是這樣 剛才你說到有兩種 一種就是Basic Training 第二種是什麼 第二種就是 完結了Basic Training之後 我們就會去做A School A School的話 就是分配了什麼工作之後 然後你就去那些地方去學這些工種 一開始就說過A School A School 分配工作的意思是 你自己自願選擇的工作 還是分配給你 這件事是很有技術這樣說的 你是有這樣的自由去選擇這個工作 但是你的選擇度不多 正確來說 基本上是 給你三個工作 給你選擇 但是你第一個 你已經喜歡了 你就不需要給你第二個 我們都嘗試跟你說 第一個工作是很好的 你不需要選擇第二個 但是如果你選擇第二個 我們都會給你 A School的課程要多久 看看你選擇的工種 是什麼工種 好像我的 就是最少的四個星期 就是一個月 最長的話 18個月 為什麼會後有這麼大的差別 因為好像 我不是踩我自己的工作 我的工作是Hotel Service 其實本身來說 你學一個月 已經知道了 In and Out的事情 你不需要再去學其他 但是如果你是說 那些New Care Program 那些學修理飛機 你認為在一個月裡 你學得多少 所以我們有18個月的A School 我們都會去做 那些學習都在知識方面 是訓練你們的 那需要不需要體能訓練 譬如說 要懂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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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的 但是你可以不需要懂游泳 加入海軍 因為我進來海軍的時候 我不是說很懂游泳 我是知道什麼叫游泳 但是懂不懂游 真的沒辦法游一百米 一口氣這樣游 但是在book cap裡面的時候 他有這樣的教官 教你怎樣游 我用了兩天的時間 學懂浮水 游泳 和跳水 兩天的 基本上就要懂這些 跳水 我想問 你跳水浮水和游泳 是不是要很專業那種 你們特色 還是跳水 我從甲板上跳都可以 我浮水都可以浮到 懂懂懂浮浮就可以了 懂懂懂浮浮就可以了 我們的游泳 我們分開三個不同的層級 第一種 就是每個都懂得游泳 跳水 不管你用什麼方法 用最安全的方法 游泳和跳水 狗仔色也可以 狗仔色也可以 只要你懂游過一百米 那已經可以了 不管你又不計時 所以我選擇了 背色來游 背色 浮著來游對面岸 這樣就游過了 一百米是多少尺 三百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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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尺就很厲害 那你浮水的時候 這樣拍拍拍拍 我用了大概二十幾三十分鐘 但是在海上面會有少少 海還容易 海有鹽份 浮一些 是啊 但當你跳 你的感覺上 我又不是游泳健將 但我都學過游泳 但感覺上 當然 在游泳池和海裡 完全是兩回事 心理不同的 怕浸死 這件事就很驚人見智了 你為何要向海上游泳呢 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我們平時來說 如果船長不批的話 是沒有人可以去海裡游泳的 如果你海裡游泳的話 我們就會有很多這樣的 lifeguard 就在船的周圍 設定了這個安全區 設定了安全區之後 就算你過了安全區 所以我們都會看到你去哪裏 所以很安全 再加上如果真的有什麼突發事件的話 我們是有那些 life jacket life wing 船上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 即是走哪一個地方都容易得到的 是 我覺得很有趣的 美國人和很多工作裡面 一些專業的工作 或者一些公司 對一些所謂的體能方面 是很著重的 我以前讀中學的時候 一定要我過游泳的課程 才可以讓我畢業的 我覺得他注意安全是第一先的 顧了一個安全先 所以很突然 一件事 我剛剛來讀書的時候 一定要我過游泳的課程 才可以畢業 如果不過游泳的話 當然很多人說 你要取個課程 你做課程一定會畢業的 我有興趣問Leo 第一個level 就是你懂得游泳就可以了 懂得怎樣跳都可以 第二個level 深一點 第二個level 深一點 你要救人那隻 開始 你要救人那隻 那你就要去 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個training 又是幾長時間 好像兩個月左右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它就會在特定的地方 就會等你去海上面游 因為海軍來說 我們要去救人 肯定是要在海上面救的 如果你在海上面 自己救不到自己的話 那怎樣去救其他人 所以第二個level的時候 你就要在海上面實習 怎樣去救人 當然第一個level 當然第一個level 當然是Navy SEAL 那隻 即是Hitman A 你也可以游到對面 即是很快的那隻 所以有不同 按著不同的level 都可以加入海軍 那會不會說 因為你的上司 知道你的level 是第一個level 你不會救人 有起事上來 就不會叫你去救人 因為知道你只會游泳 就會叫別的 是第二個level 去救人 那我想是 船長也好 最高指 領導人也好 都知道 每個人的背景 和那個capability 在哪裏 但如果你五千人 你怎麼記得 是否要靠 就是牽上的張 才知道 分到你是什麼 不是的 因為我們每隻船 你去到這隻船之前 我們一定是知道 你哪個人的游泳的level 去到哪裏 那我們每隻船 是require了一些 就是那個number 我不要去說 那一定數量的人 在那個船上面 那那個數量不達到的話 那我們是沒有辦法 即是安全這樣出海 我們是會 不准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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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但是我們是會去其他地方 那裏拿些人回來 那就可以安全出海 問題是最主要來說 就是安全的出海 其實安全很重要 不要說做海軍也好 你平時開車駕駛都要安全 沒錯 我們要安全地聽 我們也說過後心聲 好嗎 都頗快 我們買到海王 那裡 我們要去看 我們看到海王 那裡